看新聞開視野 歡迎收看今天五月二十二號的公視手語新聞 首先來關心 臺中捷運在昨天上午十一點左右 發生隨機商人的重大治安事件 一名二十歲紅姓男子上車之後 拿出預藏的三把刀蟹攻擊乘客 結果被乘客合力制服 警方隨後進行逮捕 包含嫌犯在內的四個人受傷 犯案動機仍不明 這名嫌犯是目前某一專護理科四年級學生 他的父親在南部經營診所 對發生這樣的憾事相當自責 台中市府表示會負擔受傷民眾醫療費用 並提高捷運見景率 一名男子在台中捷運車廂遲到揮舞 與周圍乘客發生扭打 接著拿起另一把水果刀 往車廂另一頭攻擊 現場尖叫聲四起 終結綠線二十一號上午發生隨機傷人事件 二十歲紅姓男子十一點三分 從水安宮站上車之後 持獄藏一把菜刀 兩把水果刀攻擊乘客 最後被乘客合力制服 警方隨後進站逮捕 但紅男被捕後情緒相當激動 莫及民眾表示 嫌犯從車尾上車 一言不發展開攻擊 列車在市政府站停住 大家趕緊逃出車廂 紅嫌右手有三公分刀傷 由警方借護送醫 同車許姓和呂姓民眾 分別臉部胸部上臂有刀傷 正在醫院進行縫合手術 還有另一人輕傷未送醫 台中市長卢學院到醫院探視 後續會負責傷者全部醫療費用 警方查出 紅嫌為某醫專護理科四年級學生 他的父親在南部經營診所 對此感到相當自責 校方則說 紅嫌表現正常 但先前因為在醫院實習壓力大 今年四月申請停止實習 三個小朋友是別人的小孩 不應該是他們受傷害 這都是我做爸爸 做不好的地方 我要上去 去台中了解一下 再跟他們講 在實習的過程裡面 就有感受到實習 其實壓力非常的大 也造成一些情緒上面的狀況 所以其實在四月中旬的時候 有提出這個停止實習的這個要求 警方表示 嫌犯二十號先入住台中市 某汽車旅館 與傷者都不認識 目前動機不明 全案一殺人未遂罪嫌 報請台中地檢署偵辦 台中捷運公司表示 事發後封閉市政府站 並維持區間單線雙向運行 二十一號下午三點已恢復正常盈域 未來將與捷運警察合作調整勤募 提高見警率 記者阿民風鵬安全台中高雄報導 有一名簡姓男子 因為涉犯殺人未遂被判刑確定 在執行之前先到基隆某醫院監護 結果十九號他趁放風的時候 從醫院逃脫 警方公布他的逃亡路線 十九號當天他搭客運到台北 並在南京東路三名路口下車 警方正全力接氣 而雙北教育局都宣布 即日起到二十二號校園暫停開放 畫面中一名男子拿兩罐飲料 和其他的顧客擦身而過 他就是十九號從基隆某醫院逃脫 示範殺人未遂的檢性男子 當天在基隆西定路的超商 偷飲料之後又立刻逃逸 基隆警方公布檢性男子的逃亡路線 從基隆一路步行到安一路 之後是陸續的行進一二路 一一路等路段 借他大眾運輸往八斗子瑞芳的方向 不過最新影像顯示 他中途下車又改達客運 十九號當天 在台北南京東路三名路口下車 以搭乘大眾交通工具 自台北市下車 皆以徒步或沿騎樓 躲避監視器行徑 且任意穿越道路 隨意搭乘公車後又下車 無邏輯反覆繞行 增加監視器調閱困難 這名簡性男子去年醫院 在台北萬華尾隨民眾 持久瓶攻擊 幸好被路人壓制 法院考量他罹患了思覺失調 判刑三年 並在執行前 安排在基隆某精神醫院 監護五年 沒有想到他趁十九號 放風的時候逃脫 到現在行蹤不明 衛生局指出 目前這名男子病情穩定 民眾不用過度的恐慌 同時也要求醫院對於此案說明 如果有不當或違反了精神衛生法 將檢討醫院責任 並提醒民眾 如果發現一次該名男子的蹤影 請立刻和警方聯繫 記者 臺北基隆綜合報導 讀報時間來看到 聯合報提到了 疫後臺灣高鐵運輛大幅成長 高鐵公司昨天宣布 七月一號起 增加四十三班次列車 其中停靠彰化 雲林 增加十五班 中國時報是 臺北市U-Bike 租借次數增加 違規情況也越來越多 違規記點新至七月一號上路 會員帳號一年內 違規累計三點 要停權十四天 七點停一年 而九 獨家者 則是停權兩年 自由時報報導 近年來 女性乳癌發生率持續上升 十年內增五成 連續十九年 蟬聯女性癌症發生率第一位 國界署研議 放寬乳癌公費篩檢年齡 為四十歲到七十五歲 看完報紙重點 繼續來關心 立法院 立法院會 昨天續審國會改革法案 經歷十四點五小時的 馬拉松市表決大戰 藍白在人數優勢下 二讀表決通過 共二十一條條文 排定二十日 二十四日的院會 將會續審相關法案 而場外天氣雖然不佳 但聚集上萬人潮在雨中抗議 民團喊話 二十四號將會再次聚集 國會院會 現在宣布在場委員人數 一百零六人 贊成五十九人 贊成者多數 做以下宣告 增定第五十條之一 照國民黨黨團 台灣民眾黨黨團 共同所提 再修正動議條文通過 立法院二十一日 挑燈業陣 續審國會改革無法 歷經十四點五個小時的 表決大戰 藍白俠人數優勢 二讀表決通過 共二十一條條文 以及一個張明調查權行使 大約十一点四十五分 立法院長韓國瑜表示 會議到此 二十四日周五 將續審相關法案 這樣子的擴權 叫做改革嗎 為什麼國會的改革 卻是讓立法院的權力越來越大 卻沒有自我監督跟反省 根本不願意讓陽光進入國會 所以國會改革相關的法案 對於民進黨來講 就是用所有可能進出杯葛 律委人手一支太陽花 並合唱學運歌曲《島嶼天光》 沒有進一步發生衝突 除了朝野持續攻防 場外也有約四十個民間團體 後召民眾在立法院外集結 抗議審查過程違背民主程序 雖然場外飄起細雨天氣不佳 但是越晚人潮越多 主辦單位稱現場有將近三萬人 要求退回法案 沒有完成三讀 但立法院程序委員會 已經將國會改革法案 列為二十四日院會討論事項 續審國會職權修正相關法案 目前還有立委行使調查權 聽證權等條文 以及刑法增定藐視國會罪 等條文上代處理 民間團體喊話 二十四日將會再次聚集 記者 朱鋒之中健康綜合報導 總統賴清德在就任之後 二十一號展開馬拉松市的接見行程 包括友邦巴拉圭 帛琉 瓜利馬拉等訪團 還有前美國國務卿龐佩奧 其中龐佩奧對於賴清德的就職演說 給予高度評價 不過中國國台辦連兩日 重批賴清德的就職演說 昨晚以將近一千三百字篇幅 用台灣地區領導人形容賴清德的演說 通篇衝刺著挑釁 謊言 台獨立場更加激進冒險 正式就任著力外交 總統賴清德二十一號展開馬拉松市接見 會晤巴拉圭總統貝尼亞訪團 帛琉總統會數人瓜地馬拉外長 馬丁涅茲訪團 賴清德表示已經透過視訊接受 瓜地馬拉總統阿雷瓦洛的祝賀 而被視為最挺台的前美國國務卿 龐佩奧對賴清德的就職演說 給予高度評價 龐佩奧國務卿在卸任後 仍然持續關心台灣 是我們堅定的友好夥伴 今年是台灣關係法立法45周年 我們期待台灣和美國的夥伴關係 將在死死的基礎上持續擴大 賴清德就職演說 兩天來引起中國方面反彈 國台辦二十一號晚間 發表一千多次的答記者問 再度批評賴清德演說 以台灣地區領導人形容賴清德 批評賴的演說 充斥著敵意與挑釁 謊言與欺騙 兩岸論述態度極為猖狂 主張更為激進 是一篇徹頭徹尾的台獨自白 並指對民進黨當局勾連外部勢力 進行謀獨挑釁 我們必須反制 必須懲戒 提到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 互不隸屬 這個說法不只中國跳腳 前總統馬英九也抨擊是新兩國論 會讓兩岸陷入不可預測的風險和挑戰 我已曾經擔任八年中華民國總統的身份 為台灣人民請命 呼籲賴清德總統 要以台灣人的福祉為念 放下意識形態 修正昨天就職時公開宣示的新兩國論 不要自誤誤國 不過 準海基會董事長鄭文燦認為 把總統的表述看成挑釁是自我否定 也稱兩國論是李前總統留下來的重要資產 記者綜合報導 新冠疫情依然不能輕忽 因為上週新增兩百三十八例 本土的併發症 其中年紀最小的是中部 有一名五個月大的小男嬰 就醫時有肺炎 目前還在加護病房 而除此之外 疾管署公布了今年第一例的境外移入 瘧疾死亡病例 是四十多歲的外籍男性 在入境第三天不幸病逝 國內出現今年首例瘧疾死亡病例 也是近十年來第二起境外移入感染瘧疾死亡個案 是一名四十多歲外籍男性 今年四月下旬曾經到非洲馬拉威 五月十八號從韓國入境後獨自入住旅館 隔天出現呼吸喘 胸悶食慾不振等症狀 二十號就醫時生命真相不穩 採取檢查確診感染惡性虐 雖然緊急投藥治療 個案仍因病況惡化 當天不幸死亡 如果是感染惡性虐的話 也就是像這個個案所感染的 它可能比較會有比較高的風險 會有這個黃膽 那肝腎衰竭 甚至到這個腦病變昏迷或死亡的情形 另外肠病毒疫情也拉緊報 上週全臺門急診就醫打1.7萬多人次 比前一週稍降 但也是近十年來同期次高 機關署預估 腸病毒疫情將在五月底六月初達到高峰 醫師提醒家長 五歲以下嬰兒是腸病毒重症高危險群 如果出現重症前兆一定要儘快就醫 如果病毒跑到中枢神經系統 小朋友就會出現昏睡沒有活力 四肢無力 那或者是說它會有不正常的抖動 很像驚嚇反射 這些都代表病毒已經侵犯腦部 造成了這個腦炎 此外新冠疫情上週新增兩百三十八例本土 併發症和前一週相當 值得注意的是 其中年紀最小的是中部 一名五個月大男嬰就醫時有肺炎 目前還在加護病房治療中 至於外界關注的新變異株KP.2 是否可能會造成新一波流行 機關署強調KP.2變異株的本土 與境外占比都僅約一成 還需持續監測變異株的流行趨勢 記者 臺部報導 近期新北市的各大醫院 出現病床一床難求的現象 衛生局指出這是因為護理的人力缺乏 而且護病比有相關規定 因此有些醫院就算是有床也開不了 但不只是新北 在新冠疫情過後 全台各大小醫院都出現了護理師的離職潮 雖然衛福部從三月開始祭出三班護病比 但是民間團體表示 新智上路之後還沒有看見成效 腸病毒流感等病毒近期持續發威 各大醫療院所人滿為患 其中人口超過四百萬人的新北市 不少醫院傳出一床難求 甚至有醫院的急診室等病床人數 高達六十人 對此新北衛生局表示 由於護理人力缺乏 因為護病比有相關規定 有些醫院有床也開不了 事實上不只新北市 在新冠疫情後 全台各大小醫院都出現護理師的離職潮 根據衛福部的統計 領證護理人員約三十一萬人 但實際職業人數 僅約十九萬人約六成 連帶衝擊醫院 就算有床也開不出來 為了改善護理人力荒 行政院去年九月祭出十二項中長城的策略 包含三班護病比 夜班費 獎勵金等 其中三班護病比三月一號上路 目前採鼓勵的性質 達標的醫院可獲得獎勵金 但民間團體表示 新制上路後 目前還沒有看到成效 進而導致缺護理師關床情況持續存在 有一些重度的能夠居家住院 讓居家護理師有更多 能夠在社區提供一些更多的護護 我覺得它多方面 大概沒有辦法 一下子就一個政策 然後我們人力馬上補進來 基淑慶表示 醫院補齊人力需要時間 希望透過新制的上路 能夠讓人力流失的速度 可以減緩下來 而衛福部今年也已經提出 四年新台幣一百一十五億的 公務預算爭取計畫 持續擴大護理投資 強化人力的培育和流震 記者為陳昌偉特匯報導 氣象達人彭啟明正式走馬上任 展開環境部長身份 針對碳廢 他表示希望盡快上路 同時也對企業喊話 他會努力降低企業的碳焦慮 不過他強調不是向企業傾斜 針對環保團體要求加大改善空污 他承諾會再努力擰對毛巾 找到可以再撿屋的空間 剛走馬上任首場記者會 環境部長彭啓明發出的首份新聞稿 出現蘿蔔政策快篩計等比喻 用一貫情和的風格 對政策侃侃而談 面對外界關心探費何時出爐 他說希望快點上路再來調整 他對企業喊話會努力 讓大家不要這麼探焦慮 他認為減碳的棍子跟蘿蔔都要有 我們現在看到的綠色金融 很像有綠色債券綠色的工具 其實我個人認為 從我從民間的來看的話 那個都不夠多不夠好 我們應該有更大膽的更好的工具 能夠幫助企業 我希望未來做綠色金融 是可以蘿蔔比較大 以上場就拼命要企業放心 企業界出身的環境部長 會不會更傾斜於企業呢 對此彭啓明強調 不用懷疑他保護地球的決心 至於環團最近不太滿意 新提出的空氣品質標準修正 認為不夠嚴格 彭啓明表示已經要求同仁要擰對毛巾 環境部不會是經濟部的環保署 彭部長在面對引發爭議的基隆協和電廠改建案 如此強調立場 他說台電在七月底前完成補證資料 環境部就會召開專案小組會議審查 此次特別邀請開發單位跟公民團體 針對海洋生態操船安全港府營運 各找三位專家來參與審查 新加坡航空一架從倫敦起飛搬機 二十一號遭遇嚴重亂流 緊急迫降泰國曼谷機場 一名七十三歲英國男子疑似心臟病發死亡 另有至少七十一個人受傷 目前最新情況 無大礙的乘客 已經搭乘另一個班機離開泰國 返回新加坡 任何一個沒有系上安全帶的 當時都被彈射到機艙頂 好多人都受傷了 大部分都傷在頭部 新加坡航空編號SQ-321班機 迫降泰國曼谷機場 乘客剛經歷一場空中精魂劑 這架載有211名乘客 18名機組員的波音777-312型客機 是從倫敦西斯洛機場出發飛往新加坡 根據新航聲明 起飛後約10小時 在飛越緬甸上空行徑 一落瓦底盆地 於高度37000英尺 相當於11300公尺處 遇到劇烈亂流 飛機急速下降 然後快速爬升幾百英尺 再次下降跟爬升才穩定飛行 整個過程大約90秒 但已造成數十人受傷 並有人死亡 新加坡航空被認為是世界上 最安全的航空公司之一 近年來沒有什麼重大事故 上一次發生是在2000年10月 當時在桃園機場 一架波音客機誤闖施工中 而關閉的跑道 撞上機具83死 公視先玩黃月雷筆 伊朗總統日前搭乘直升機 發生事故罹難 昨天起陸續在多個城市 舉行喪禮 由於事故直升機 是由美國製造 伊朗在事故發生第一時間 曾聯繫美國求助 但最後美國以後勤因素拒絕 並表示不會因為總統之死 改變對伊朗的立場 人潮聚集在伊朗城市大部里市 要為離市的領導人祈禱 有民眾在過程中忍不住落淚 21日是伊朗總統來希的 喪禮第一天 日前他和外交部長等多名官員 在出席活動後 搭乘直升機 近山區時發生意外 機內人員全數罹難 伊朗最高領袖哈米尼就宣布 全國將為罹難者哀悼五天 聯合國和許多國家代表 也紛紛表達慰問 針對發生事故的原因 土耳其搜救隊初步調查推測 直升機可能關閉或根本沒有安裝訊號系統 這台直升機是美國智貝爾212機型 有伊朗前官員就指責 美國發動制裁導致伊朗無法填購所需零件 直升機才會發生意外 不過就在傳出事故的第一時間 伊朗官方並未像友好的中俄兩國求援 而是聯繫美國請求協助 美國表示最終拒絕協助伊朗 並非因為美伊兩國的敵對關係 而是由於後勤原因 美方還強調萊西離世並不會改變美國對伊朗的基本立場 再次譴責萊西侵犯伊朗人權 而伊朗一定於6月28號舉行大選 屆時會選出新的總統 外媒分析 無論誰當選總統 伊朗對內和對外政策都不會有巨大變動 因為最終決策權還是掌握在最高領袖哈密尼手上 公視新聞兩件編譯 《曲奇妙》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公事手语新闻 我是王小叔 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